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在保持画质的前提下,轻松压缩影片档案。 让我们先来看看压缩前后的对比范例。 这里有两个影片档案,原始档案大小是583MB,压缩后的档案变成了140MB,减少了超过4倍的容量。 我用的是一款名为Handbreak的影片压缩软件。 Handbreak是一款免费且开源的影片压缩工具,专门用来将影片转换成多种格式,从而减少档案大小。 它支持多种输出格式,并提供了多种压缩选项,例如调整解析度、画质和编码器,让您可以优化影片以节省空间,或提高播放的兼容性。 Handbreak支援三种主要的档案格式。 1.MP4 2.MKV 3.WEBM 我们今天选择MP4,因为它最受欢迎并且适合我们的需求。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用Google搜寻Handbreak。 从Handbreak官网下载并安装这款免费的应用程式,它支持Windows和Mac系统。 压缩过程完成后,档案大小会大幅缩小,但影片质量依然保持稳定。 现在我们打开Handbreak应用程式,这是您首次打开时看到的界面。 接着,上传您想压缩的影片档案。 您可以选择上传单个档案,或将整个资料夹拖放到界面中。 我将以选择单一档案为例进行演示。 我们上传了一个8.01MB的影片档案。 现在我们来看Handbreak主界面中的几个关键设定。 此刻我们已经来到Handbreak的主页。 我们开始一个一个勾选。 1.预设。 Preset我们选择保留系统预设FAST1030P30,Default。 2.摘要。 Summary保留NP4格式,并勾选Web Optimized,网页优化。 3.影片,Video。 帧率。 Frame Rate选择Same as Source与来源相同,并勾选Constant Frame Rate,固定帧率。 至于固定品质,Constant Quality,我们选择保留系统预设22。 编码选项,Encoder Options我们选择保留。 一会儿我会深入解释。 4.储存档案。 Save as。 选择压缩后档案的储存位置。 您可以点击浏览、Browse、按键,来选定影片压缩后存放的位置。 5.完成后,When done,的处理方式。 我们可以选择影片压缩完成后,退出Handbreak。 6.此刻我们可以点击Starting Code开始压缩。 影片压缩完成后,档案从8.01MB减少到4.70MB,缩小了3.31MB,这只是10秒的影片。 接下来,我将带您浏览压缩影片的7个主要设定。 其余设定保持系统预设即可。 您可以根据需求调整每一个标签设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参数。 1.预设。 PraySite这里有多种预设选项可供选择,您可以根据需求选取。 我这里使用的是系统预设设定。 当您对压缩结果感到满意后,还可以将这些设定保存为预设,以便下次快速使用。 2.摘要。 Summary保留NP4格式,并勾选Web Optimized,网页优化。 3.影片,Video。 3.1帧率,Frame Rate选择Same as Source,并勾选Constant Frame Rate。 3.2固定品质,Constant Quality您可以点击它来看详细说明。 数值为0表示无损压缩,但会增加档案大小。 建议SD,标清,设定在18-20,HD,高清,在20-23之间。 3.3编码选项,InColor Options根据需求进行调整。 调整编码器设置以在压缩效率与编码速度之间进行权衡。 通常,您应将此选项设置为您能接受的最慢速度,因为较慢的设置将产生更好的品质或更小的文件。 相对的也会增加影片的尺寸。 4.储存档案,Save as点击浏览,Browse,按键,选择压缩后档案的储存位置。 5.完成后,文端这里可以有多种选项,我选择退出Handbreak。 但是您可以依据您的情况自由选择。 6.开始编码,Start Encode准备好后,点击Start Encode开始编码。 画面会显示编码进度的百分比和完成剩余的时间,方便您预估完成时间。 7.保存新的预设,Save New Preset您可以将这次的设定保存为预设,方便未来使用。 8.压缩完成后,您可以比较两个影片档案的差异,虽然时常不变,但压缩率取决于您选择的设定。 如果不满意结果,您可以再次调整预设设定并重新压缩。 今天的教学到此结束。 希望这部影片对您有帮助。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别忘了按赞、订阅,并打开通知铃铛,我们下次再见。